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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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宋辉东画作中成交价格最高的一幅《写生真琴图》 成交价位6171.2万人民币 2009年5月29日《写生真琴图共十二段》 全长521.5厘米是宋辉东存世画作中尺、浮道的。此外,宋辉东的名皇逊子图也在六年中2004年到2010年,从200多万涨到了2000多万,涨了十余倍。 目前,我们已知的宋辉东的存世自画作品十九幅。 其中国国博物馆藏有九届,另外十建则流落海外博物馆或私人手中。 别忘了,中国十大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也是在宋辉东的主持下完成的,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第一位收藏者就是宋辉东本人。 要说这宋辉东也真是个奇才,除了字画,他的诗词也是一流。 在做俘虏期间,没得养尊处优的生活,他又潜心诗词,做出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名片。 然而,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,宋辉东的经历都用去搞文艺创作了,他哪来的经历制锅呢? 所以,北宋的灭亡也就变得让人容易理解了。 明天继续本文作者蜀山笔霞,一个文章会说话的历史作者,专注原创,拒绝抄袭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